那我们接下来 除了当然我觉得工程师 当然他们非常的专业 比我们更了解工程师在上班的场域 应该要怎么穿是非常符合的 比方说他们 OK今天我们知道了 就是上面加一点点 比方说穿衬衫的时候 也许你光是有烫线 你的衣服是有烫的 你就已经隔壁一半了这样子 那接下来约会怎么办 我觉得约会是一个工程师非常大的 头大的事情 我没有跟工程师约会过 所以我不知道 那你就是问对了 那个工程师呢 很大的第一个问题 你有点气愤的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爱之生者的切 第一个要先把到妹了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在你把到妹之前 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道吧 公司是很有深度的 老板是很知道你的专业的 可是妹知道吗 因为没办法跟他一直讲说 老子超会写程式这样 妹不会理你了 妹一定就是第一眼 他去看你有没有魅力 他是把你跟谁啊 把你跟所有台湾的男人 放在一个天秤上去看的 所以你说老子台大电 他说怎么样 然后呢 对然后呢 对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其实工程师他们就是 老子我真的是很喜欢工程师 因为工程师非常的 通常都是非常的认真 然后务实 然后善良 其实我们零售产业的人 也很务实 也很善良 可是我觉得你们太会 花言敲语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有一个方式 有没有方式说 可以不要穿得这么像工程师 然后女生在约会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想 那有一次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 就是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约会有可能是怎么样 你在网路上认识一个妹 你要把他约出来 第一次你要怎么穿 不会太正式也不会太随便 要不然就是 这边有一个达人 他的他老婆在PTT上 Together版是不是 认识的 那一天你怎么穿 你怎么穿 这边有没有PTT 长期使用PTT的使用者 大家都是想你吧 还有长期使用 没有吗 你不要骗 没有他们只是不想举手而已 他们内心都在举手 我跟我的那个老婆 是在PTT的O2版上面认识 所以O2版是有真爱的 大家赶快去找 好 要怎么穿 要怎么穿 我真的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穿西装 不行 但我没有成套西装 哪一种西装 我大概就穿的跟今天差不多 那还可以 就是我认为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一件事 我认为台湾的男生里面没有什么 就是太正式这个问题 除非你家里有常态 背着一件燕尾服在那边等着 但是没有 因为这种人 除非你家家 就是也有业余 在什么长龙 长龙乐团里面 真的不要穿太正式的西装 因为如果我在想说 如果有一个男生 他穿一个非常正式的西装 我真的会压力非常的大 第一个我会先担心 我自己穿的不够正式 是 第二个我觉得他是抱着 已结婚跟我交往这个前提来的 我会非常的紧张 第三个 要不然就是拿出一份受险保单 对 先别讲别的 你有听过安丽吗 对 这太令人紧张了 这不行啦 我觉得在台湾的男生 我觉得就是 其实西装 虽然对很多人来讲 他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西装 实际上是相对来讲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刚才在问我 我们来的路上说 因为我常出差 那如果出差 他们说我每天出差都这个样子 有没有来不及的时候 所以我来不及的时候很简单 我来不及的时候 就是白衬衫牛仔裤架 随便套一件西装外套 其实这不太容易出错 不太容易出错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样子 因为其实在机场 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其实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男色的西装外套妙用无穷 对 因为机场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知道机场最怕遇到谁吗 机场最怕遇到前女友 机场为什么会遇到前女友 机场遇到前女友 机场遇到前女友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你要让她知道 我过得比你好 好 在结婚上也是可以啊 对所以 我最近都抱持这种心态的装备姿 其实前女友根本不会care 你到底过得好不好 好 那第一次约会也不能穿T恤 我不太喜欢男生 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就穿T恤跟牛仔裤 我会觉得不够正式 当然比T恤跟牛仔裤更糟糕 但我的T恤是限量版 更糟糕的是篮球衣跟篮球裤 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个男生 然后他为了就是 因为他是个大叔 但他为了显示说 他好像没有那么的沧桑 所以他就穿了篮球衣裤来 仿佛要做 做什么运动 或是打个球给我看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可能比较 我想大家应该要尽量避免这个事情 就是你不用太过正式 但是就是 女生可能还是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其实先不要讲 你不要说第一次见面就要挖心掏肺 但是其实见面 这个还是要给人家留下一个 比较理想的印象 所以T恤真的不行吗 不行 而且T恤也还要注意 就是那个袖子不要太短 因为有些男生他们有练肌肉 巴不得赶快把肌肉 袖给女生看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那个肌肉太大 或是袖子太短 那一毛都跑出来 这个真的很不行 OK 对 要小心 好 是第一次约会 好 然后还有就是 好啦 总算已经开始 第一次约会 也有一个还不错的发展 接下来要跟朋友去看电影 吃饭的时候要怎么穿 待会我们再跟大家介绍 因为看电影有时候是有一些太冷 或是什么的 第三个就是如果跟她好姐妹 就是她听到好姐妹头很昏 好姐妹是全世界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场还没有结婚 然后还没有固定女朋友的亲 万分要注意这种 跟好姐妹出去的场合 绝对是陷阱 好姐妹是全世界最可怕的生物 这个聚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一种聚会了 比见岳父 大概只差见岳父岳母一点点而已 诶 这个不行吧 你一直在推从西装 可是这件真的不行 我也觉得这个不行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大家有看得到这件是什么吗 它的内里有一个可以装iPad的大口袋 大家觉得很好的举个手给我看好不好 它是超方便的 iPad 然后什么家里的房地器都可以放进去了 现在大家都说没有喜欢 那家里都有一件 大家就回去 这一件呼声最高 大家回去马上买 然后什么识别证 等一下 等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那件西装哪里买 对 千万不要 我觉得这个反应有些男生 我觉得喜不喜欢带包包 很多男生就觉得带包包好麻烦 就是我不想要带包包 但是包包事实上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其实 我觉得尤其跟女生约会 其实带包包是一件蛮好用的事情 包包包刚刚我们有谈到的 你其实里面应该要装手帕卫生纸 你手帕卫生纸 你讲说卫生纸我都可以放在里面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好的状况 或者是雨伞 尤其像台北 台北这种天气 事实上我觉得雨伞应该要随时带着 即使不下雨 可以帮它遮阳 它这一件的问题是出在 它如果带太重的东西 外面看起来会这样 就是不好看 它的剪裁 对 其实是 当然我们是不鼓励 这个当然给大家 真的是让大家看笑话 不是让大家去做这个 那你说包包包包包怎么挑 因为它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包包 基本上 我是很难接受男生带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不能吗 不行啊 男生这个OK 这个OK 但是这个有 大家觉得OK吗 这个 还好我今天换掉 不要受我的影响 大家本身觉得这个大包包OK吗 大包包上面还有那个 资金喔 超厉害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之前来这边的时候 有获得一个问题是 当你穿得很休闲的时候 他已经问了 我穿得很休闲 但是我想要看起来 不要那么休闲的时候 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有点为难 但是 我觉得我可以给的一个回应是 当你已经穿得很休闲 假设你的休闲是 比如说像Polo 3 Polo 3 或者是像比较休闲的衬衫类的东西的时候 不要 不要让自己那么休闲的 就是说你不要 从头到尾都那么休闲 比如说 你穿的Polo 3 你穿的牛仔裤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拿个后背包 对 你或许可以换一个皮质的包包 你整个休闲感就会降低 但事实上也没有影响到你 穿着的舒适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 根据我跟工程师吃饭10次 大部分 你的怨念真的很深 10次都拿后背包 而且里面一定放笔电 到底是为什么 他想要跟你聊天啊 我就问一下大家 大家到底随身携带笔电是要干嘛 来来来 你出去会带着后背包加笔电吗 真的 好 谁会 然后不会 表示你工作没有很辛苦 给他加工作量 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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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吗 你这样问谁敢讲会啊 大家都不承认 然后大家就要去拘捕他们的女性朋友 全部都戴后背包 我跟你讲 你等一下下班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走 我们等一下在场区门口检查 就躲着 场区门口检查 他们今天没有要约会 约会通常都会安排礼拜五六日这样 或许他们因为怕跟你没有话讲 所以他们想跟你聊天的时候可以把电脑打开来 不要跟你LINE 我觉得工程师有时候话术是要练一下 不然真的容易就会没话讲 大家最后都会一起打开电脑这样 好 所以你是说不要后背包 有时候要带一些皮质的包包 或是反过包 不是 如果你要降低你自己穿着所谓的休闲感 那因为Polo 3 或者说Polo 3 你本身它本来就是休闲感的东西 如果你要让Polo 3 没有那么休闲感的 另外一个方式是 从材质上面 因为Polo 3 并不是像 它只是一个所谓的衣服的一个款式 你如果说Polo 3 它可能有所谓针织形态的Polo 3 它是那种材质上面比较细一点 有点像毛衣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但是比较细 不是像毛衣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会让你穿着这个单品的时候 感觉上没有那么样的休闲感 没有那么重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寻找看看 有没有类似的商品 那像这样的包包可以吗 这个我是觉得不太好 这个包包通常比较 左边的跟右边的是不是 左边这个比较常在那个 左边这个我觉得它不是想跟女生约会的 它这个是要去收账 林生北漏常看到 右边的比较像贤出鸡摊老板 右边 没有这个右边是要 左边这个是去收账 然后右边是要开支票 对开支票 这个叫支票包 这个我们公司在做 这个叫支票包 这两个也都不行啊 反而是刚刚那两个好一点 比较好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戴右手边这个包包 除非就是你的 真的你可以压得住那个包包的样子 你是说怎么压 像 下一页吗 这个其实就类似的东西 但是除非你压得住 但是这个裤子也是有点为难 这裤子就超级不OK 谁要跟这种人约会 嗯 我不敢表示意见 搞不好会有人想要 搞不好有 而且你看他穿很高耶 高跟鞋 男生穿高跟鞋到底好不好 男生穿高跟鞋 你是说高的吗 你家里有背吗 我已经坦然的接受 我是半惨的这个身份了 所以我家里没有 我就是一般就这样穿 所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包包有时候要稍微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各位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东西的概念 不是你 你说我觉得很好看 如果你是要买给 就是像 你已经很强的这个穿着概念的话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想 我们很多有时候 穿在自己身上的 事实上是表达 我们自己给别人看 所以你要记得这些事情 穿衣服如果你要表达给别人看的时候 你就要避免一些 在一般在别人的身上 感觉是不太好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 所以我们跳回来看 比较不NG的 就是说你手拿的 然后不要太长的手提袋 手拿的包这样子 那如果是那种比较长的 像女生那种包包这样可以吗 妥特包 那要看你自己穿的东西 比如说西装就很不适合 挂在身上的包包 西装真的不行 因为其实是 因为你的垫肩会压到 也会在这个地方 西装一定要有垫肩吗 不一定要有垫肩 像我的是没有的 好 我也是没有的 这个很严重 接下来要谈到 跟姐妹套一起出去 这样子 姐妹套出去到底要穿什么 姐妹套出去 她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等一下我要先问你 姐妹套到底一起 跟男朋友去约会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先给我解释清楚 你知道有时候女生 带着男朋友出去 就是证明说 你敢跟我姐妹套一起 出来吃饭吗 如果你敢的话 表示我觉得 你有认真要跟我交往 接受姐妹套的检验 那你身为姐妹套的时候 你想要做什么 就是看一下这男生 到底够不够够够了 就是那种机车的脸 然后跑出来 就想说这个男的 穿的太fashion不行 就感觉就是一副夜店咖 或是来泡妞 其实我是想想 是不是来交泡友的 不是要认真的 那如果说她穿的太古板 然后你又会觉得说 这个男的 他没什么品味 然后没有尸骨不坏 那姐妹套真的是很糟糕的一种东西 各位 所以姐妹套的聚会 能必则必 对 她刚刚跟我讲说 她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在姐妹套前要怎么穿 而是怎么样可以全身而退 不要参加姐妹套的聚会 所以姐妹套聚会的时候 你永远都要加班 这就好了 好 所以 那我觉得这个 你可能真的有一天避不掉 所以 我觉得姐妹套是一个 就是你要尽量避 我自己的原则也是 我就在姐妹套聚会的时候 尽量不要穿得太过正式 我也会避免过分正式 就像她刚刚讲的 就是 余杰来讲的 他有可能会变得 你好像是一个顽咖 即使你心里就是正直善良 然后文良恭儉让也不行 但是 所以你的一个穿着上面 我觉得是你的休闲感 上面多加一点点 比如说像左手边的 这个 感觉是一个 有点大叔一样的感觉 余杰来这个喜欢吗 很好 我现在已经接近她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他这个 就是平常会在上面 加一件针织衫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穿法 很好看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是功能性的 就是你 因为我一般批的话 用针织衫 第一个是 如果你的身材是偏瘦的人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那么建议 你身材比较偏壮的人 这样穿 因为会增加你身体负担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身体没有那么样重的话 这样去抓会 让你的身体 比较有层次一点 第二件事情 事实上是 如果你用针织衫的话 尤其是在春秋 这个两个季节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拿下来给女生用的 如果说天气凉的话 其实可以拿下来给女生用 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我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像这样子打一个结在后面 它有什么 它有什么诀窍吗 就是她的手 要打到满满的地方 还是怎么样 它到底应该垂多少 不要打到那么上面 因为打到那么上面 你会有点热 其实大概在往下一点点 大概在胸口的这个位置 它的手交叉在这里 对 你要我跟你讲 在肋骨第几根的位置吗 不用啦 这是胸口这样 在胸口的位置 那这个后面呢 这个后面是要立起来这样 不用 其实就是一般的 就是披折而已 但是你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不要让它后面太乱 OK 好 然后呢 左手边这个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你真的是 像我一样的西装控的话 那尽量在那一天 把你的领带放在家里 就不要再用领带了 然后 比如说像下面 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个 牛仔裤 或者是牛仔裤 或卡其裤 或休闲裤 其实都可以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就不要 特意再去搭配 很贵啦 很闪亮的皮鞋 我觉得可以避免 你的休闲鞋类的东西 我也不是那么建议 我觉得休闲鞋 或者是像慢跑鞋 因为其实像 籃球鞋有时候有点尴尬 籃球鞋会 那个 籃球鞋配 不好看啦 对 但是因为很多人在家里 就只有籃球鞋 不行 所以大家今天要回去 买一下鞋子 就是有一些 没有鞋带的休闲鞋 可能没有那么高筒 也是一个很重要 OK 好 我要偷偷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可能女生都没有跟你们讲过 十之八九十六的女生 都有西装控 都是西装控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 因为我特别爱讲 所以我在写说 啊 西装控 女生说 也是西装控 我也是西装控 超帅的 然后大家就是 就是很疯狂 但是台湾男生真的太少穿西装 但是很多人会穿西装的时候 其实也被 蛮常被阻挡的 尤其是 被阻挡是什么意思 呃 男生在有女朋友的时候 这是我在ZARA的实证经验 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在东区 台北市东区的那间ZARA那边 那我其实常常中午吃完饭 我就在那边逛ZARA 或是周末的时候 然后男生要是拿了一件西装 给女朋友看 就是有女朋友的状况 就拿给他看 诶 这个西装好不好 女生通常的反应就是 你上半夜不用穿 最近又没有人要结婚 又没有人要结婚 买西装干嘛 放回去 就是她是男朋友不一样啊 就是都已经是自己 为什么还要让她穿出去招摇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你看如果她是在路上 不是我的 还不是我的的时候 你们这样很矛盾 我们很难做 你就去看Cartier 或是那些百货公司 Tiffany 他们那些男生 新一色店员全部穿西装 为什么 女生看进去就融心大悦 然后开始钱就一直掏 他们在说两三句话 就是哄的女客笑嘻嘻就买了 OK 反正还好我结婚了 没所谓 好 所以但是就是 穿西装蛋 其实有一个好处 看其实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各位请注意 看电影的那一天 这是非常功能型的 我知道工程师都非常讲究 就是说今天你跟他讲品味啊 或是说帅啊 他们可能不一定的买单 但功能型 这是真的很重要 这在这个时候非常有重要的 我自己有这样被对待过 而且在夏天 为什么 看一下 非常重 各位那一天的西装不是给你穿的 是给你的女伴穿的 是 大部分的女生啊 在夏天的时候 你看看电影的时候 通常戏院的温度会比较低 看着看着看着 就会有点冷这样子 然后女生就会容易跟你讲 有点冷 不然就是台湾 因为梅雨季节非常的长 就下雨天的时间非常的多 可能需要披啊 需要那个 所以有点冷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他讲 就跟他讲 好啊 我不冷 你知道女生有时候在跟男生撒娇的时候 就是他跟这个男生可能还没在一起 可是有点暧昧 他觉得说 我其实对你蛮有好感的时候 女生会说 我有点冷 这样 然后看男生会怎样 男生最怕你跟他讲 我不冷 对 可是男生如果你今天没有戴一件外套的时候 他跟你说有点冷 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 更可怕的是 你跟他讲 我也有点冷 对 我常常会遇到这种 我就说我也好冷 然后两个就说 没关系 那你忍一下这样 就是很糟糕 各位 其实这个 其实是一个比较tricky的东西 但是 的确在夏天 尤其是女生在夏天的时候 她可能在外面的时候 她可能会穿得比较少一些 但也没有像安心亚船那么少 我觉得你今天这一伤有点故意 想要唤醒大家 她其实穿得比较少 尤其是 的确是 这个实际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你尤其进到戏院 或者是不是电影院 你进到一个有冷气的场所的时候 那个温差太大的时候 事实上的确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各位 请务必注意 西装不是给你穿的 是给你的女伴穿的 我想市场调查一下 现在现场有把妹的时候 曾经拿过自己的外套给对方穿的 那举个手给我看 曾经做过这件事了 很多啊 对啊 有成功吗 有啦 我跟你讲 女生让你披西装 或披外套 基本上绝对成功一半 肯定 刚刚有举手可以再举一下吗 举个手吗 你已经知道了 你那个人会穿 你那个没有问题 这边有没有 有披过 有 后来有成功吗 有嘛 你看 百分之百 回家赶快买西装 比告白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你有时候告白说 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或说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这样问的时候 其实 你基本上已经把自己 放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因为你其实已经要一翻两瞪眼 你可以用帮他披外套 他会不会反抗来试 而且你有没有 就是知道 虽然这个结局不太好 怎么 你有没有听过小S跟黄子娇的故事 小S就是把 这是15年前的事情 外套还给黄子娇的时候 黄子娇有借他西装 小S在里面写了一个小纸条 说谢谢你 要是我也是这样做的啊 所以男生 如果女生把外套还给你的时候 要检查一下 不要直接拿去干洗 好不好 对 因为其实 其实女生 男生 好这就多多了 就是跟穿衣服没关系 但是女生的心情是 基本上男生 如果有一件外套 不管是不是西装 就是有件外套 这样搭在你身上的时候 那个是等同于 从背后环抱 就是差一接而已 真的真的真的 女生会觉得有被保护的感觉 那所有的女生 基本上都是非常喜欢 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所以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穿不住 但我建议你把西装带 不一定要西装 外脖外套什么 其实也是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功能性存在的 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外套要是 你要检查一下是干净的 香香的 不要这样满个汗臭 然后要逼人家穿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比较不礼貌 好 那你说刚刚包包里面要带雨伞 也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我检查一下 我有啦 我有带雨伞 带雨伞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台湾女生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遮阳 遮阳跟美白 我自己不遮 所以我还好 但我下雨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带雨伞出门 但是男生如果拿个雨伞 你就会觉得 哇他好 就是非常detail的人 就是很很可靠 所以我随时都带雨伞 然后你那个伞也不要带太大 带小一点 然后两个人可以这样一起集这样 哇 这个我 要学一下 OK 那我们在这一part 有没有什么 就是 因为我们可能就讲到 看电影啊 跟好姐妹 有没有其他的情境 是约会 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穿 的 大家要那个 发问一下 这边有女生 女生有什么想法吗 有没有情侣 对 有吗 有吗 男生跟男生 男生有什么想法吗 男生跟男生也是可以情侣啊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开放的也可以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在约会上的那个 穿着的一些想法 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感觉你也蛮会穿的啊 这样算是球鞋吗 呃 你自己问他好了 好 好 约会的时候你都怎么穿 跟现在穿同一件吗 因为刚提到要戴完好 那如果自己本身是很容易 流汗的人 那这样要做一个抉择 因为如果你戴外套 变成你在电影院以外的地方 你会可能留个满身大汗 这样子也很狼狈 那这样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选择 拿在手上 对 其实拿在手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不是叫你带大包包了吗 不是 哦 你是说手提的那个吗 等一下 人家又穿着后 又带着后背包 就叫你不要带后背包了 你还是要带外包 拿手提的 好啦 放在手提的包包里 这手提的包包里面是空的 就是放一件外套这样吗 还有一个伞 所以两件事 第一个是 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很会流汗的话 就拜托你不要穿 第二个事情是 你不要穿是什么意思 不要穿那件外套 好好 你把它拿着 那第二件事情是 请记得去先 我觉得前提是 请你先找一个正确的西装外套 我觉得这个是大前提 因为如果你在电影院里面 你等一下让它披起来 披到一个毛外套 它可能也会觉得很奇怪 很扎 太扎了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 所以这当然都有相关 然后包含刚刚我们有谈到的就是 那个包包事实上是有用处的 有时候让你戴包包是有用处的 我想问一下女生 就是你们如果愿意让男生帮你们披外套 是不是差不多 你对这男生就是有点好感 可以用点头 是不是就砍救了 没有吗 是吗 是吗 为什么没有 有时候真的只是忍而已 有时候真的硬披上来的 他硬披上来吗 霸王硬上弓 好 那如果没有呢 如果是那种就是 你就硬披上来 那你会把它还给他吗 硬披上去是因为他 因为他太热了吗 不好意思还给他 他手拿 看男生可能手拿有点重 你帮我挂一下 是一个衣架的概念吗 对 不会我基本上不喜欢一个男生 我基本上就把那个外套还给他 说不用我不用我 我不会那么冷 对 然后找机会就落跑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试验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看他要不要让你劈 可是我觉得这个个性 就是你让他劈的话 基本上这种遇到死财烂打 穷追猛打 可能会被追走 这样子 对吗 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他没有 好 还有吗 有其他关于一杯会穿着的问题吗 大家就是可以发问 好 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的POLO 其实大家讲 我们大部分都是共产师 所以其实我们穿着上 比较偏向于像POLO 或者说T恤 或者比较正式一点就是 定一个衬衫之类的 不知道这种穿着方式 我不知道说有没有怎么样 比较合适的一种穿着方式 POLO的选择原则 跟T恤的选择原则 T恤是不是要一个非常大的图腾 还是怎么样 他在图腾上要怎么选 问你啊 你觉得图腾你觉得OK吗 我觉得要一个 不要 我觉得T恤很容易被看出 有没有灵魂 就这件T恤 灵魂 那上面写个灵魂可以吗 我好有灵魂 写一个魂 好像是哪一个牌 真的T恤真是有灵魂的事情 你看Henton也卖T恤 Net也卖T恤 我明天就叫Henton Henton在我们公司楼下 我明天就叫他做一件灵魂 我说Henton超棒的 没有啦 像Super Dry 它就会有一些很好看的图腾 所以T恤我觉得图腾是很重要的 字跟图哪一个你比较女生能够接受 字 图 所以不一定就对 你会不如写Hungry 这样子 好 Hungry About 到底专家怎么想啦 就这件事 我觉得T恤这个 通常以图案来讲 其实可以延伸到跟Polo山是一样的 你越素的东西 事实上就是你的感觉上面 就是你个性感觉上是越干净一点 你是说刚刚那位男生 他穿白色的T恤 我记得 白色的然后这样一排 它有字吗 它有字啊 可是它很干净啊 很干净 那有没有一些有图腾的T恤 借我看一下 Polo山 Polo山 图腾 这个图 这边有图 看它这个图有点可爱 Love Love 大概就把它的那个knit 写在上面 对 那是王 需求 好啦 两位请站一下好不好 就是两位 那个 他们两位是Polo山代表 我觉得真正比较复杂的人 条文在后面 哪里哪里 那位吗 红白吗 红白先生可以站起来一下吗 红白大叔 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很 还有 你你你你 我们也站一下 来来来 指导一下我们 那个Polo 这个东西我们在学一下 我们叫做Robbie Polo Robbie是什么 橄榄球 就是那种橄榄球的动物 所以它本身就是很运动 它没有道理好说的 它就是一个运动符 提供出来的动物 所以它你提供给人家的感觉 比如说你是运动 它不会是 它不会是 甚至它不是 因为运动已经是偏更加就休闲了 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再提到 女生如果要跟你讲 可以坐下 谢谢 如果说跟你讲说 我们要户外活动的话 各位请你听清楚 它跟你讲要户外活动的时候 请你注意 户外活动跟运动不一样 对 它只是约你去大道纯击较车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 好像要去参加还发赛一样 对 它只是约你去晴天刚踏青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 运动符来 不要把自己搞得 好像要爬圣武风一样 对 户外活动跟户外运动 是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女生想的户外活动 是可以穿POL3跟卡其裤 还OK 但是很多男生就穿那种 籃球服、籃球裤 籃球裤 籃球裤 只要看到草地的地方 他就想要战性他的男子乞丐 这比较危险一点 我觉得跟各位讲 所以户外 因为我常常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在大稻辰的脚踏车道上面 看到有人感觉好像是 刚骑完还发赛回来 或是台湾那个自己的 那素色的POL3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素色的POL3 我觉得事实上 挑选适合你自己的肤色 我通常认为 浅色或亮色系会 大过或认为 比深色还要好一些 依照我们的肤色来看 有点肚子怎么办 我觉得也OK OK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觉得 因为台湾 东方人的肤色通常是比较偏 我们是黄 比较黄 那黄色的人 就是有时候你颜色没有调好的话 看起来有点灼灼的 但是亮色系 比如说白色 以我自己而已 我自己好像只有三个颜色的POL3 白色的 绿色的 黄色的 我觉得绿色的很好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 我们在挑选 颜色的设计 跟你的肤色 那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POL3要不要烫 POL3 大家POL3有在烫吗 大家认识 你们就懒吗 他们就说 我连衬衫都没有烫 你觉得我想POL3 一般因为 我们现在POL3 使用的材质 它的回复性比较好 回复性比较好 所以 它的就是 并不是它真的很皱的样子 除非你真的 它是很皱的样子 你再去烫它 所以 它的回复性很好的话 事实上就没有太多 第二个问题是 POL3的领子到底是要立的 就像蒋有国那种立起来的 还是要把它放下来 因为这个众说纷纭 我自己看 第一个是 那要看你的 POL3的领子的 那个材质的问题 因为有些是 本来就适合立的 因为它那边的指法 比较紧密一点 它比较适合立 有些东西 有些的POL3 它就是比较偏软的 你要立的话 这个就比较软 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立 不太适合 因为POL3这个领子 这个部分也是洗久 它会卷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那是因为它本身 它这边的指法 就会有这样的重度 它那一件是比较硬 挺一点的材质 但这个可能还好 它不是那么样的容易立 它可能是穿的时间 没有那么久 是比较新的意思 POL3一件 大概是可以穿多久 你们POL3一件 这边的寿命多长 这个就很残忍了 五年 十年 已经忘记了 已经忘记了 你多久会出去Shopping一次 买衣服 通常那些买衣服 只有一种状况 就是想要认识新的妹 就是 想要买新的战袍 对 战袍的时候 才会出去购物 真的真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交给女朋友 随便拿 你要出去的时候 随便帮我买一件 然后女朋友就会说 你穿这个不好看 我自己帮你穿 这边要奉献各位一句话 我个人的左右民 就是女生的独立 如果 女生的独立 如果从经济独立开始 男生的独立 就从自己买衣服开始 真的不要交给女朋友买衣服 真的不要 就是说你要跟他一起娶 不要完全造他 因为你知道女生的品味也是很可怕 有时候他把你打造成他要的样子 可是那样子不适合你 不是他想要把你 就是他已经是你的女朋友 就像我们刚刚在拉罗那个意思 他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 他就想把你打造成很丑的样子 对 太帅不死 我不接受